世界美食不计其数 说到顶级厨师及料理 除了米其林外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 那便是可谓烹饪界的奥运会 伯古斯世界烹饪大赛 该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自2011年时隔10年后 印尼再次进入该比赛总决赛 烹饪印尼队尤曼蒂夫及路特菲 作为参赛厨师及厨助为代表 及雅加达Amuse Gourmet餐厅主厨兼老板 吉尔斯为主席 巴厘岛屋部高级餐厅Mosaic老板 克里斯为教练 等约10人组成 据了解 曼蒂夫为巴厘岛精致餐饮餐厅 Blanko Parmandif创始人 雅加达Ambrosia Private Club顾问 拥有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比赛经验 并于迪拜2005沙龙国际美食艺术大赛 获得金牌 曼蒂夫表示 此次比赛的主题食材为 食令蔬菜 番茄 参赛选手将被要求用既定食材 表达带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菜品 为呼应疫情下 变得尤为重要的外卖点单形式 本次比赛还特意设计了 一轮以设计外卖菜单为主的环节 比赛期间团队也遇到了与设计有关的难题 为此团队决定将模具至切剧定制化 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对于参赛 曼蒂夫与路特菲皆表示 将全力以赴 博古斯世界烹饪蛋 博古斯大赛于1987年由世界厨艺泰斗 保罗博古斯创办 每两年世界各地才华横溢的 厨师齐聚法国 在世界舞台上切磋厨艺 美图新闻记者颜真林采访报道